因为我这个人以前是有脾气 但我以前是从来不骂人 而且尤其是他 尤其是他 我从来不骂他 我们的感情以前是特别特别的好 都是别人 我们所有公司的人 包括我所有认识的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羡慕的 只是说感情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 从我去外地 想要打拼点事情 他对我是什么感觉 他对我的脏话就是 人家畜生窝囊废 经常对我说的是这样的话 你像他那样 他到后家骂我也这样 就这样知道吗 骂我孩子也就这样骂 而他刚才跟各位主持人 和各位老师说的是什么 他从来不骂人 只是我没有去录音而已 这个人就是 你很羡慕的 我还打拷惑 就这样响 看到你 打拷惑 那对我 我刚才就这样 没问题 把自己非常高 网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不多 不多 但是说的过去 对吧 对得起妻子 是吗 他也很辛苦 他也很辛苦 所以刚才这个高女士说 其中跟你相处不好 有一点原因是你不往家拿钱 这算是驳斥了 对吗 包括这个说起钱这些事情 我们俩在结婚前 我们俩共同买过一套房子 共同出资写的她的名字 哎呀 以后真的留证去 结婚后又买一套房子 他还要求写她的名字 我说没有问题 我没有想到会说是 抖了一红这一步 也写了她的名字 我没有任何意义 他主动提出来 要求写她自己的名字 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